全台重要的金针花产区就在玉里的赤柯山 富里乡的六十十山 那么每年金针花是盛开季节 那么这个月是正式开跑了 一路持续到10月13号 除了可以看到金黄色的金针花海之外 也欢迎游客上山来品尝金牌茶 赤柯山以及六十十山分别推出了赏花的限定游城 装置艺术优惠活动 玉里富里邀请全台民众一同前往花莲 徜徉在浪漫的金黄花海 全台重要金针花产区玉里镇赤柯山 富里乡六十十山 每年金针花盛开季节到了 这个月正式开跑一路持续到10月13号 路况以及花矿都还算不错 无论是花矿以及整个的路况 以及安全的情形都比过去来得更好 所以在这边的呼吁我们的乡亲朋友 跟全国的听众朋友 您一定要在今年排个时间到我们玉里赤柯山来走一走 除了可以看到金黄色金针花海之外 也欢迎游客上山来品尝金牌茶 赤柯山以及六十十山分别推出赏花限定的游城 装置艺术优惠活动等等 玉里复理邀请全台民众一同前往花莲 徜徉在浪漫的金黄花海 现在是安全的 从上一次的台风 政府投入了去抢修 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已经可以放心的来 富里乡丰南村长也都挂宝镇 通往六十十山的道路是平安的 就是希望全国的游客都能享受到富里乡美景 现在来花莲旅游 还能领取250元的农粉币 并享有住宿优惠补助 更多的资讯可以上官网来查询 记者高双双 富里乡采访报道